林秀牙帮过萧嫣多少次,林秀牙最终达到什么境界? 林秀牙的在内院之中的身亡可谓是如雷贯耳,正是得益于她在内院强榜排名第二。 萧嫣也是听闻她的大名鼎鼎,不过很快萧嫣非凡的潜力和豪爽的性格,获得林秀牙的赞赏。 最终萧嫣和林秀牙成为知己好友,在萧嫣遇到麻烦时,林秀牙出手相助。 那么萧嫣获得林秀牙多少次相助呢? 林秀牙邀请萧嫣加入获取地心脆体乳的队伍,在萧嫣将3000雷动的第一层雷闪修炼至大城以后,她便从暴怒的雪魔天元手中救下了韩月。 萧嫣凭借这次等惊人的速度,让林秀牙等几位强榜高手都对其刮目相看,这几人之中,特别是林秀牙对萧嫣尤为赏识,她甚至不顾萧嫣此时还仅仅只是一个大斗师。 也要将其拉入夺取地心脆体乳的队伍之中,林秀牙甚至还主动分享地心脆体乳的秘密,不过萧嫣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好意,却并没有选择答应林秀牙,而是婉拒了她。 眼见萧嫣并不愿加入她们,林秀牙也只好作罢,不过林秀牙在离开之前,也有请萧嫣保守这个秘密,并让萧嫣日后有困难之时去内院找她。 萧嫣听闻以后,自然也是识趣的答应,只是林秀牙万万也没想到,自己的好意分享,居然是在为萧嫣做嫁衣。 得知情报的萧嫣当晚,便将雪魔天元所守护的地心脆体乳洗劫一空。 02,这萧嫣在竞技场中解围,在萧嫣使用地心脆体乳修炼之时,白帮在柳琴的授意之下,开始处处针对盘门,双方的矛盾愈发激烈,最终甚至上升到了在竞技场中打群架的局面。 不过好在萧嫣及时赶回将白帮的首领白城击败以后,此时才算告一段落。 不过就在萧嫣战胜白城以后,柳琴便带着她的表妹,出现在了萧嫣的面前。 柳琴原本只是想警告萧嫣,但没想到她的表妹柳飞,居然出口辱骂萧嫣,薰儿听闻萧嫣受辱。 当即便给了柳飞两耳光,一时间竞技场中的气氛变得无比紧张。 眼见萧嫣又要和柳琴这拨人打起来,林修雅等人便不再作弊上官。 当即便选择出来为萧嫣出头,柳琴眼见林修雅、杨浩、林燕等强绑高手都在为萧嫣撑腰。 因此此时也只能作把,待到强绑大赛之时,柳琴再去找萧嫣算总账,林三为萧嫣送去林药。 在强绑大赛之时,萧嫣与竭尽全力的柳琴站着平手,双方都因此受了非常严重的伤。 在强绑大赛结束以后,林修雅便带着一些好灵药,亲自前往盘门看望萧嫣。 只不过此时的林修雅,心思并不在萧嫣身上,带着灵药看望萧嫣。 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,她真正的心思全在薰儿身上,不过好在薰儿并不爱搭理她。 因此林修雅想挖墙角的想法,也只能彻底消失。 林四,帮助萧嫣向云兰宗复仇,在萧嫣成为内院的大英雄,被陨落心炎吞噬以后,林修雅和柳琴等人便选择继续留在嘉南学院之中,成为学院里的一名长老。 在萧嫣消失的两年的时间里,林修雅也是凭借着天粉炼气塔,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五星斗王水平,可是还是被萧嫣三周打败。 林修雅意识到光靠修炼很难提升实力,果断离开嘉南学院,跟随萧嫣前往云兰宗复仇。 林兰宗灭亡后,林修雅来到东周,不断努力寻找机缘修炼,最终实力达到窦村巅峰强者。